我叫平安 我34岁 我来自于上海 我也是知青的孩子 我跟他爸爸俩呢 都是老知青嘛 我们下乡在黑龙江 平安啊 他从小到大 受他爸爸的影响特别深 他经常呢 跟爸爸说 喜欢听我们讲以前的故事 也说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很兴奋 我记得我爸爸说 在亮一个冰天雪地的情况下 饿的时候就是唱歌 因为要靠唱歌 才能够保持自己的力量 所以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今天呢 我来到这个舞台 用我自己年轻人的声音 去表达我们对祖国的爱 而且也送给 像我爸爸这一批 为祖国奉献了青春的人 但岳elin的街道 送蓝天飞过 他有指引 我愿爱你终光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沉添雨泊的羊羊 我爱你秋日惊慌的说过 我爱你轻松旗帜 我爱你红梅品格 我爱你家乡的天彻 我爱你 我爱你 太好了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情全献给你 我的母亲 我的祖宫 我爱你 我爱你 我已经站起来了 但我选了六位了 我不能再拍了 你们后悔吧你们 真的不是 如果把这个人找到我对上 我 我不知道怎么帮他 他太厉害 而且他的唱法 我根本 不是我理解的范围啊 对对 我们一直以为是 是是是 是你的菜 其实 他的这个歌手 这种充沛的激情 其实 我觉得和杨坤是很合拍的 所以我转过身来 我觉得 我选吧 因为他选的这个歌 又是很正的一个歌 好像还听到了一点摇滚的味道 那个Queen的那个皇后 乐队的主唱 Freddy 对对对 我觉得很Green 但我们能知道我们小伙子你 除了像刚才这样的歌曲 你自己平时是唱rock吗 My heart is rock 心有鬼 我一直在听我也在想 你来参加 你选了这么样的一首歌来 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 我在 我在表达我自己的音乐梦想的时候 我也是 存在着父辈们的音乐梦想 因为我爸爸也非常喜欢唱歌 他今天有在场吗 他已经去世了 对 对不起 其实也就是因为父亲的一些影响吧 他们那时候去黑龙江 然后还大兴安领区铺过火 他们那时候就是因为一句话 就可以有如此大的一个奉献精神 他们那个年代的音乐 也能够给他们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些鼓舞 所以说我想用我自己的 现在这种年轻人的方式 去唱这样的歌 所以说 我把这首歌也送给父辈们 加油 谢谢 对家里面的大人呢 对小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 这是一种传承 传承自己的这个特色 是无庸置疑的 而且会非常的有意义 这在多少年以后我们回忆起来 依然会变成一个非常独特的记忆 其他人没有的 对 我非常欣赏这个拳法 谢谢你 恭喜你阳光 这个时候有人要笑了 兄弟 对不住了 你只能跟我走了 哈哈哈哈 恭喜啦 这个特位 哈哈哈哈 这样他们三个老师都失望的 我会好好表现 哈哈哈哈 恭喜 恭喜 我真的选到你 我太高兴了 让他们气得吧 平安在这个舞台上 唱出了父辈们的面向 而杨坤也成功获得了 今天的第二位学员